五七兩個我是投了五號的原新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發言我都覺得五五波 但是我最後投五的原新 因為我覺得七號的發言都比較偏是有在思考操作面的東西 就是如果是狼的話比較會思考到如何去打操作 所以他把六號抓進來說 他覺得六號可能要玩操作 但是因為如果我是預言家的時候 可能不會先想到這麼多 因為五號的發言雖然就像剛九號講 可能覺得他好像是已經想好要講什麼 可是因為如果因為像我當真的預言家的時候 我都會 我可能是想驗誰要驗誰 但他剛剛有提到說他驗六號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他沒有看你還什麼的 所以我就覺得感覺是他已經 就是他要驗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預言家的原因很簡單 但七號就感覺是比較複雜 想了很多操作 所以我就覺得比較是狼的思考模式 所以我才投了五號 所以我現在就是把那個 一號跟五號是綁在一起 二號跟七號是綁在一起 因為一號跟二號一定是 完全不同編的兩個人 所以現在就是待會看 我一定是先那個投給七號 因為七號我覺得比較偏狼 那如果待會七號真的是狼的話 那我覺得下一輪就是一號的輪刺了 過 我有擦成這樣嗎 回到賴到 我知道說你們 到早上是對的 千真萬全 好 我來飆水 對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沒有 沒有警揮了 然後 一二那邊我不管 可是二我不管 一次是真戀人 我覺得他都是好人 因為你們 一號你想嘛 你覺得二號是狼的話 那他幹嘛不投票給五號 他還進我團隊幹嘛 你覺得他是狼 那你要站五邊的話 他幹嘛不上票給五號 然後 要站我這邊 所以我覺得二號一定是好人 我覺得 然後 這個 好 六號我跟妳對話一下 因為現在所有人都一直在告訴我 妳是一個好人 我先說 我懷疑 我身為一個預言家 我對五六號 我會覺得 這才是比較預言家的心態 然後 我告訴你們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死都不看我啊 來 個人修 我問你一件事 你覺得 講不下去 講不下去 不是 我很怕我一直狂打他 然後又會讓我的慾面更低 因為我現在要讓你們好人回頭 可是因為我確實就是懷疑他 所以我必須把我懷疑的點 講出來給你們聽 很貴 六 你覺得愛麗會厭你 然後我現在 很奇怪耶 先說 我直接說 好 我不要走那種很打狀態 不給人家的空間 我就聊我對每個人的點評 我覺得 很好 對 你站我邊站得很 流動很好 然後 然後二號我說是好的嘛 那我現在把二三九 認為是好的人 然後 因為四十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就是 我覺得四十聽起來比較像 我覺得 就是四還有說 那鬥打我們就看是你對 還我對 可是 可是四十好像是比較 斬釘截鐵的站無邊 所以我反而覺得 可是因為 四有一個好的點是 因為 九是跟他站反邊的嘛 然後九 就是 四跟九不是平常很愛吵架嗎 可是 九今天在發言的時候 四是一直盯著九看 好像想要知道 九到底是不是好人 就是 我是說他的狀態 可是他的發言起 發言的話 他不站無邊 但是比較差 只是 你的狀態一直省事 酒沒有跟酒吵架 會讓我覺得 你滿好的 不然你應該會把酒打得很死 就是可以直接 二七九直接配 直接打包 所以 我覺得我對四十是有保留的 好 你們想 我身為一個狼的話 我在井上喔 我為什麼要回頭去發井上的五號 一張叉沙 我可以往井下發一張 井水 然後拉一張票 然後不會繞得我現在 只有二九兩票 我可以拉票 為什麼我不拉票 然後你們再來是 你們打我的點全部都是 就是因為我去懷疑這張六 你們都不是御人家啊 只有狼人知道六是不是好人 為什麼 我不能懷疑六嗎 我是御人家我可以懷疑六啊 那 我就有點覺得很奇怪 然後一號也好怪 就是 如果你是真獵人的話 那 對不起 可是 可是因為我沒有視角 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獵人 然後 你講的那一句話 十號有點出來就是 你說你們都是站到 錯的邊還對的邊什麼 你怎麼知道我哪邊是對的邊 所以一號你就是站錯的邊 然後 我其他的位置 因為四十我真的不確定 然後六號這麼要鐵站五邊 我真的不得不 因為我跟六號太熟了 所以我真的不得不懷疑 六號牌的身分 那我等一下聽六號牌翻演 那我沒有警輝了 可是我還是留一下我的警輝流 我警輝流想要 先 十 後八好了 先十後八 因為一二那邊我覺得 等一下再聽一輪發言好了 因為我覺得 他們也有可能是好人在打架 因為二號太愛亂跳身分 可是 我覺得他是好人 那我 你們不要說 我為什麼忽然又放到六 因為 你們一直跟我說六很好六很好 那我死要研究 你們好人會更認不到我 所以我的警輝流 先十後八過了 我先想一下 為什麼我 會投舞的原因是 他的心路歷程就是 我 我 就是在我腦海中 我看完這邊之後 我要轉過來的時候 他剛好要轉過來 所以我是有余光看到 他要轉過來 可是我已經在看這邊 我還看到痘痘在 抓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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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講這個時候 其實我是很認得像他看我 我沒有看他這件事情 加上他也抿到了山 他在井上抿到了山很嚴肅 我是覺得我在 我現在其實有點 這邊成分多一點 然後這邊還是性質少一點 可是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個很真誠 但我覺得 我想要相信我的直覺 就是 很多人都在講說什麼 剛剛三在講 如果六真的是 就是我如果真的是精髓的話 也不是五號發的 可是就是他賜於我這個精髓 那不然我哪會是精髓 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是精髓 所以這是我剛剛覺得三怪的點 然後還有一個點是 我覺得十號 剛剛在講一二這件事情 因為二在前面跳了一個獵人牌 可是你的表情其實是告訴我們 我其實有看到你們的表情 是告訴我們說 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不是在 他可能不是狼在那邊急跳腳 或是什麼 可是你們卻把一二打成出一支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十號有一點在拉這個風向 說一號一二出一支 可是說不定一二都是好人啊 可是他這件事情他的發言是 微微的把這個風這樣 微風這樣吹過去 一直吹 一直吹 所以我又覺得十沒有到很好 然後加上十 我覺得有可能是 頭五的那一支倒勾 因為我覺得四的發言很好 然後他剛剛站的 他剛剛也講了 三 一比三的發言還要好 就是在 警商的時候 所以我是覺得 聽下來 加上你剛剛說 警輝留宴我 那是因為事後大家告訴你 我是好人 狀態是好人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狀態怎麼樣 可是在那之前 你驗我的表 你驗我的 你要驗我的 那個狀態是 我就篤定你是那個狼發狼精 我就是要驗爆你那種感覺 我心想說我是一個好人 為什麼要讓你有這個機會 我已經有一個預言家 驗我是精髓 我還要告訴你我是精髓 所以我就信了這個預言家 所以 我剛剛講那些 只是我自己腦還中的腦部 你們不要拿來打我 可是我是真精髓 我是真的好人 我的坑 因為我覺得其他目前聽起來 都很像好 我現在沒有想要打龍錯 我聽起來是三個 這三張牌比較慣 好 我覺得果然是有進步 因為他狼坑跟我就是滿像的 我想打 二的原因是你不敢給我驗 為什麼票不到我身上 而且你跳什麼獵人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張 大家都說你是一個 亂跳身分的平民牌在擋刀 但是你的效益是什麼 就是你直接讓一個獵人暴露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好人 那明明知道 我們是玩的是夢魘局 就是他 那你這樣跳出來 然後就是又不是所有人 都跟你很熟 那你就這樣子讓一個 真的獵人這樣跳出來 你的收益是零 就玩得非常的不OK 所以我覺得二號 感覺就像狼 因為他以往跳的身分 有一些是真的 然後有些是可能真的有效益 可是你這一次完全沒有 我覺得 你完全沒有任何效益 而且你站的是七號鞭 就感覺是在幫狼隊重鋒的感覺 然後 會把十排進去 是因為我覺得十攻擊性有點強 我覺得你有點小誤會品水 因為你說 你怎麼可以篤定二號就是 汗跳的獵人 然後他跟你站的不同 可是一號 會去對二號有攻擊性 是因為他今天 就是被跳了一個身分 然後他又跟自己 就是那個 跳身分的人就站的 跟自己不同的鞭 所以他理所當然會覺得 二七是一配 所以我覺得十號在一發言 後面直接吹說 一號攻擊性好強 你怎麼確定二跟二是站另外一邊 可是二剛剛的發言 確實都是站七邊 所以我覺得 你有點誤會品水 然後攻擊性偏強 有一點像倒勾狼 但是你剛剛 就是你又站在我邊 但是你好像也 有了很多保留的空隙 所以我覺得 然後二 就是我剛剛說的非常的奇怪 然後三 我覺得很怪的原因 是因為首先你站到了七邊 然後 你說你寶八 然後你還是不想放過九 但是九是 二九是站到你性格那一邊的 你怎麼會首先打了這樣九號牌呢 所以我覺得 三號在我這邊也非常的 有一點小小怪 但是 二 做了飛是十 所以我覺得攻擊性很強 你是我的容錯 只能先這樣排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四跟八的發言 就是非常好 然後 剛剛七又把八號 就是好像有圍打八 可是八名就是只是 可能說到他的站邊還是什麼的 可是七卻突然對八有攻擊性 我覺得有一點點的怪 所以八我覺得 在這邊覺得滿好的 然後 還有一個點是 就是 就是一個隊友靠停幹 所以我就覺得 實在有點怪了 對 這是我的視角 然後 我等一下 要 因為 我們有黑狼王 然後 就假設黑狼王出去 會把我帶走的話 其實有一點 回頭 我們也有夢魘局 所以 我想 二如果你是獵人 那就證明給大家看 然後 你就把跟你撼跳的一帶走 這也是 就證明你是沒玩錯的 那你就是對的 這樣可以吧 二號 二號 從二 然後女巫歸七 女巫讀七 然後假設我被夢 夢魘夢到的話 我撕緊揮 那假設二號是查殺 我就給六 不是 對 我還沒說我要驗誰 好 那我驗十 十號 頭二 女巫讀七 我今晚驗十 十號是精髓的話 我給十 那如果我被恐到 我就撕緊揮 那如果十號是查殺我給你 請大家進行投票 三 二 一 請投票 七 為什麼沒有七 什麼 算了嗎 二號 淘汰 請去淘汰區 請發表明言 大家快速講一下喔 我這樣子就更確定 我覺得五號 是狼 因為 你會把風向導到 我們這個戰爭的槍口區 你覺得 因為你知道我們兩個都是好人嘛 你懂的意思嗎 一號 他狼人的視角知道 我們兩個人 兩個人都是好人牌 所以他希望從我們這邊 就把風向導到我們這邊的 你等一下就要去懷疑他 會不會是那張狼人牌 所以投我的 我覺得就是在衝啊 因為 我想要講 就是因為你看 他如果 你有沒有想像一下 真的一人家 你為什麼要從一個 你不確定是不是 獵人的獵人繩子牌 去出一個 去出一個 對吧 我一二號 我們兩個都是獵人 假設 那在狼人視角 他知道我們兩個都是好人啊 對不對 狼人視角知道我們兩個都是好人 我們怎麼出隨便嘛 對不對 尤其是他又跳 他跳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 所以不用去 我覺得應該不用 應該是不用去採一號 因為他可能 比較少跟我玩 但他應該是 是真的 那我覺得你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可能 如果我是對的話 那狼人就衝起來嘛 就是四五六嘛 可是我覺得五號 我覺得六號是好人的 因為他去盤到那個十號把 他去盤到那個十號把那個票 就是試圖 就是我講的那個邏輯 他跟他講 其實你跟他自己有講到那個說 為什麼十號把風向 倒來我們一二號這邊 天黑起床地面 天亮起床地面 天亮起床地面 左門 四號 九號 被殺死 十九號 愛居 聽賞決定請脫緊右 是 你這樣子說十號是金水 所以這樣子說十號是金水 十金水 我先想一下 那個四根酒怎麼死了好不好 四根酒 一個是狼刀的 一個是女巫毒的嗎 不可能 酒剛剛投 我看一下酒原本的賞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兩個人死得很奇怪 你說射夢人去 同射兩個人 射同一個 四根酒其中一個死掉嗎 還是女巫去讀了四根酒其中一個 我真的有點 搞不清楚 我覺得女巫需要出來 前講一下 就是到底誰是讀 然後另外一個是刀口這樣子 然後 雖然我剛剛是 我到最後都還是頭二的 因為在那個情況下 我覺得 我覺得艾莉爾雖然講的東西 有點 就是 就是 有點牛頭 號碼有點牛頭 不對麻醉 可是我覺得 我有點gay到他要講什麼 所以我去投了這張二 那我覺得剛剛二號的遺言 就說明了 所以我覺得二講那麼多 然後那你也給大家一個身分 你也不給 雖然我很難排科的 然後我覺得 我先把二當狼出去的 我還是先聽 我還是先淺讚一下五這邊 然後 只是我會對十號 我可能 因為現在十號是 十號是那個精髓 我就只能放掉 那七 二 有可能 有可能四九裡面 出一張狼牌 然後走了嗎 那 那最好的情況就是現在 剩一兩就是七 那最慘的情況就是七三兩這樣 因為我覺得 算了我給三一點空間好了 我還是給他聽 我還是聽一下他的那個 發言好了 不然我現在打死他 他現在那個臉也是很 很重 我覺得我就給你空間 反正我這局會出七 因為七在我這邊 我覺得是定了 好 好 就這樣 安排過 好 我覺得我的坑 應該是答對的 就是 五八十 你們回想一下 五號上一輪的規票喔 五號上一輪 他打的坑叫做 二七十 二七十喔 十號 五號他 他有瞎掰了一件事情 他說 十號我覺得你有點猶疑猶疑 你們好人有沒有聽到 十號他幾乎是百分之要 很高 我不講趴數 到十號打我說不是這樣 就是 他並不是站在我邊 然後 這個五號牌的視角中 竟然沒有這張九耶 他的牌坑 連九號容錯都沒有喔 就是 九號這麼支持我 然後跟你對立的一張 然後痘痘又是主打衝鋒的 一張牌 就是如果他作為狼的話 好 所以我覺得 這已經不合理 然後再來是 五號牌他講了 他講了什麼 他說二號如果你是獵人 那我們就出你啊 我們驗槍 一個真預言家的心態 會想要去出另外一個神之牌嗎 我們驗槍 這時候為什麼要驗槍 那驗我們兩個的槍就好了 只是我現在想不通的一點是 是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八號牌 因為我剛剛錦輝六 是先十後班嘛 那我說我覺得很像是 對的原因是 十號現在是被我查殺 然後六號起來竟然說 十號是精髓 就是 如果你是狼的話 你應該不會演這一波 所以你可能是好 那我就沒有肯了 然後因為八號 剛剛投票的時候 就是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那個投票速度很慢 然後我覺得子晴 就是 子晴應該是那種 聽完我錦水應該是可以認到我的 可是沒有 所以我覺得 所以 所以我覺得你們兩個很像狼 然後為什麼一個想要出神職的 好了你們就想 為什麼一個想要出神職的育人家 你們要相信他 哪一個育人家會想要出神職 第一個輪次驗槍 沒有這種育人家 我已經 我如果真的 我自以為我今天錦水得很不錯 結果既然好人沒有 這樣我有朋友就會好沮喪 好 沒關係 這一輪 就出十號牌 因為五號應該是槍 過 我的狼吞是 279 我沒辦法回頭的原因是 因為二五應該是鐵狼出去的 原心因為 首先他不是獵人嘛 然後當然有可能他就是假跳 可是因為我覺得他比較偏是狼的 原心因為五號明明就是上檢的時候 他要說要先 先二後師就要厭二 如果他就是好人 他就乖乖被驗就好 他就會有錦灰瘤了 但他就說我是獵人 那他這個操作 通常應該是比較可能是因為他怕被驗 或者是驗人他沒好處 他就乾脆跳一個獵人 看五號要不要去改驗別人 這樣他就可能可以留下來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操作 不管是他想要亂 一個平民想要亂跳 還是他就是狼 所以我覺得是狼的機率 會想要夾跳一個獵人 比較有可能 因為他這樣子就可以 把另外一個狼引出來 我覺得這效率比較高 所以二號比較像狼出去的 那今晚會一個四九兩個離開 我覺得比較像是聖夢龍 就帶走了九號 因為剛剛上票 假設如果二號就是那個狼出去 全部上票給 就是不上票給他的 比較有可能是狼 因為狼 其他人不可能衝票給自己狼隊友 所以不上票給二號的有很多人 有七九八十也有包含我 然後我 然後我 我不上票給他的原信 我覺得 我剛剛在發言的時候 就說這不是一二的人 是我會投五七嘛 那因為我是站五邊 所以是投七 所以我才沒投二 但其他人不投二的話 我就覺得是陸狼坑 所以我才會列了二七九 那七就是漢跳狼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九號 那我就覺得那九號 應該是射夢龍 可能覺得他是狼 所以他先射他 因為連續兩晚 就有可能把狼帶走 那如果不是 他也可以第二晚去保別人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四號 剛剛非常認真 在聽發言的那個 就是看他的反應 我覺得他蠻像是有身分的 所以我覺得四號 有可能是那個射夢人 所以我現在 我這局應該 就算他是七號是黑狼王 我應該還是會投他 因為現在看不出 剩下一狼是誰 我是看不出來啦 因為二七九嘛 已經兩個走 如果有龍錯 我不知道龍幾 所以我這一局可能還是 等一下還是聽發言 但我這一局如果聽不出了 最後一批老花 我會投棄 不過 我可以證實五號是真遠家了 因為其實剛剛五號沒有出局的時候 我還想說怎麼可能 不去恐舞蹈舞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奇怪 但是七號出了一個茶燒 我就完全又再 真正的站回來你的邊 然後我要跟五六你們再對話 因為六號一直懷疑我 為什麼要把一二那邊帶風向 六號我有說 我講到最後有說 這句我是有說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能少聽到我講這句 因為我最後排兩坑的時候 我還是有把說 那我覺得可能 藍坑是一二那邊有 然後什麼什麼 可是我的確有留一個位置說 一二他們有沒有可能 是兩個好人在打架 所以我最後的上票 我沒有投給二號 雖然我是站在五號 預言家邊 可是我還是覺得 二號有可能是 我剛剛排的那個 一號是 然後一號沒有那個資料庫 他去攻擊了二號的 這件事情 我是有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裡的 然後加上五號第一輪打我那麼重 我還能是你們四腳的狼嗎 然後現在證實了 七號是漢跳 我幫大家證實講 五號是真語言家 然後 其實我一直在考慮 我不要跳身分 但我覺得我不要跳是因為 現在的這個感覺 如果還有兩狼的話 七號又是黑狼槍的話 我覺得 因為我們都還不知道 二號是不是真的狼走了 雖然八號你覺得 他是狼 你覺得是279 但是二號還是有可能 幾乎是好人的話 那他有可能高級是一個平民的話 然後四九 我們又不知道晚上 其實我不知道四九的死法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到底是誰 有可能是刀口 誰有可能是 現在沒有繩子來出來 不知道這件事情 完全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 因為只有狼的視角 最清楚 真的死的是誰 所以如果 很機率的話 現在只走到兩名的話 我覺得我在這位置 不太拍身分 那因為我是 現在五號針運人家的金 所以我就不用拍身分 然後 因為如果 你看四九 剛剛我講的鬼故事 但四九一定是 一定是 因為不可能兩個壞死在夜裡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想的那個鬼故事 就不成立 我一直覺得四九有 沒有可能做成一陪 但你說你要 我覺得 到底是四壞還是九壞 都有可能 因為四是站五邊的 他有可能打到勾 九是站在七邊的 他有可能就是衝鋒狼 所以四九我真的不確定 因為我覺得 賴倒跟逗老 真的很厲害 然後 如果 他們兩個 都是好人呢 那剩下一隻在哪邊 一號我動不了 六號我動不了 五號 甄育炎佳 然後八號我一直打七 只剩下三了嗎 這是我不確定的 如果三你的發言好 我就會覺得四九裡面 在夜裡面 已經有走對了 我還是在五邊的點 是因為今天死掉的是四九嘛 我自己覺得 女巫一定會把毒 用在武器身上 所以四九一定開一個射夢 那我自己是覺得 狼是刀四 然後還有就是 狼會刀四 四是站五邊 所以代表是說 五號是真原家 這一點概念 不過我是這樣想的啦 因為狼刀四嘛 那四站五 所以 四就是 五就是真原家 然後 然後 我自己打的狼坑是 七八 然後 二九 那因為二九都死了嘛 所以我這一局想下八 那我 因為我自己覺得八號牌 很像是倒勾的夢魘牌的點 是因為 剛剛頭七的是八十嘛 假設你站五邊 你為什麼不要頭二呢 就是 我覺得是狼隊才會 選擇去頭七 因為七是狼王牌 那因為十號是金水嘛 所以就剩八號牌 可能是為一張 倒勾的夢魘牌 然後不想要 幫五號做事情 所以投了一個七號 想說 投給狼王這樣 但這樣子的話 我是 如果是打 七八然後二九出一的話 代表說我把三放了嘛 三的話可能等一下 表示要用力一點 因為三號是 一直都站在七號邊的牌 但是我覺得你可能是一張 我自己覺得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沒有拍屋 那你可能要出局 我自己覺得 因為假設八號是五號牌 他一定會把七堵掉 因為他一直都想下七 我開了四號 所以九號是被盜的 九號是好人 是要被賭的 然後 後來我真的突然發現 我怎麼沒有把五號堵了 因為我是鐵站七邊的嘛 但沒關係 我覺得 那四孟人你就去把五夢了 因為我覺得五號是狼槍 然後 我很想站七邊 所以四號就是查殺牌 所以我狼槍就是四五歲 就 我就是 因為我覺得出二的人都怪怪的 因為二號其實滿愛搞操作的嘛 然後 他的那個錶水 我覺得好像是 我在猜啦 二號可能是平民種的 然後 所以他們往九砍 有可能分著九 可能是明 所以去砍九 因為四號是我獨掉的 然後一號就真獵人 然後他 結果二號是狼在穿衣服嘛 所以我覺得一號可能 不知道二號會這樣搞 所以才 對二號敵這麼大 然後 因為我就出二都很怪 四五六一都出二嘛 那一我就 因為他是獵人我就放了 然後五是我覺得他是汗跳 所以 然後四就是我覺得像狼 然後六的話我覺得是被騙的好人 就這樣 我的狼分就四五十耶 然後 銀水八號 我一直忘了講 八號是銀水 所以 我覺得八號就是 比較像 八號就是被騙 我覺得八號就是被騙 他是好人 這個板子不需要自導 所以我覺得八號 反正八號是銀水 是好人 所以我狼分就沒啦 四五十 然後四號我覺得他一直在 跟著五號 然後四號說 因為六號狀態像好人 所以五號是預言家 所以我就 所以我才前面會打 打那個說什麼 因為六號是精髓 等一下 重講 六號我先回應你 因為你說什麼 你是什麼 被 被什麼 刺精髓什麼的 我意思是說 你是被騙的 好人 你可能是摸頭精 但不能因為你是精髓 就要信五號是預言家 因為你可能只是 被摸而已 就這樣子 所以我要回應六號 所以我覺得四號 就跟著五號 然後去把二號出了 就四五十啦 然後我直接覺得 那色默仁我覺得應該還在 因為不太可能 九號這麼剛好綁四號 所以色默仁我覺得 可以把五給射死 不然就是 如果真的最後一 還有 還會有一天嘛 十出了 然後再把五 出了 結果也就結束 他也不能帶人這樣子 女巫牌 我要出十 過了 我覺得很怪 你是女巫 為什麼不開讀我啊 你感覺很像 白天看到四九道編的那個故事 我覺得原則很怪 因為你是女巫的話 你剛剛為什麼會讀 所以我們 仇拜之為的笑意 不就是要長槍嗎 那既然你站到了 好 我不管你站對邊還站錯邊 但如果你站到了七邊 那你就是要把我讀 第二次我覺得 三很像 他在扛推位了 硬拍一個女巫神 我覺得你不像耶 而且 四跟九 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好 你今天真的站七邊 你還有很多選擇 就是四有怪成這樣嗎 我覺得你很像 就是因為看到倒牌的人是這樣 然後 你就是 講了一個狗你讀四 然後九 才是被狼倒的 可是我覺得 一號盤的比較對的地方是 我覺得八號也稍微不能放的點 是因為 他確實是投了狼槍牌的那一張 因為 如果他信我 那他就應該要 聽我的規票 就是我覺得不太像 是真的像 往七號 投狼槍牌 就比較像倒勾要 投一個 讓你的狼都有開槍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八號也不好 而且 我覺得有一點恐怖的點 是因為 會不會二真的是 擋得要出去 然後 四 九 兩個號 人現在 我覺得很酸 就是三 七 八 然後 六十是我的精神 一號是獵人 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 但是 我覺得 剛剛 炎真一系列拍女巫 我越想越恐怖 就是怎麼會 跳一個女巫然後 發了一個我覺得 本來就很怪的人 贏水 然後 品萱排得很好 就是還是要出八嗎 因為 好 假設最恐怖的就是 三 七 八在場 然後 六跟十裡面你們有女巫排 就是來不及拍死眼睛 結果有一點恐怖 好 我想一下喔 女巫如果 是六十 你們還有毒藥的話 那下一晚還有機會 那七就先放著 那我們從八跟三這邊去想 對不對 這樣比較好 然後 然後 出三有危險是 萬一三 是那個真的毒了四的女巫 那她只是站錯邊 我會錯 那假設 八可能會好一點是因為 因為我本身就覺得 八號很奇怪 所以 從倒垢抓的話 確實八一直是 就是 好像站著我邊 然後 不管七跟他對話什麼 他都沒有在聽 那感覺會覺得有一點 像 夢妍 那 我們今晚 背孔一樣撕 過了 請大家進行投票 等一下 三 二 一 請投票 八號 淘汰 請去淘汰區 所以你們就是不信這個三嘛 因為你們會投我 是因為不信她是女巫啊 因為她說我是金 我是銀水耶 那怎麼會先去投我呢 因為如果你們不信八號 不是應該先投那個 騙女巫的人嗎 對吧 因為她說她是女巫啊 我是銀水啊 然後你們把銀水票出去 這不合理啊 那不是應該先票 假的女巫嗎 而且因為她是最後 因為她是預言家前一個說話 所以她跳女巫效力最大 因為沒有人可以出來跟她焊跳 所以我覺得 三號不可能是那個女巫耶 所以現在可能狼就變成 二三七 如果我一直都站錯邊的話 可能我就是覺得七是 甜狼 二三七 二三七 好吧 也只能這樣 我不能拍身分 因為我覺得拍了 就是對好人沒有幫助 過 天黑其實第一人 夢魅情針點 選擇地方跑不去的對象 夢魅情針點 夢魅情針點 狼人現身請針點 狼人請殺人 狼人請針點 天亮要請針點 左火六號 被殺死 絲絲心針 愛知 遊戲先祝福 邪惡真正過世 好帥喔 好帥喔 靈魅情針點 狼人請殺人 狼人請殺人 选择你要射入你位置 狼人醒杀人 狼人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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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票選MVP 五票也這樣選 不跟票 不股票喔 三 二 一 我給愛 愛莉舉手 愛莉 愛莉有過 愛莉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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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結果讓我覺得是愛 我盡力了 我真的很盡力在幫妳 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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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看她 好可憐 我不敢看她 好可憐 來 怡婷 怡婷 好可憐 好可憐喔 來 怡婷 請問哪一個預言家會先出飲水 對啊 想要出戀人 想要出飲水 你們都覺得 是正義的家 我要放了 對啊 我哪有不可 我哪有不可 我一直在亂推 一直在亂推 完全在亂推 而且我超怕妳沒有抱十號是驚嚇 最早是她跟誰 而且你們都不是女巫 憑什麼懷疑女巫啊 真的 有可能是女巫 女巫是誰 酒嗎 對啊 什麼 沒有女巫 我們夜晚就抿出三次女巫 這麼厲害 妳昨天涉誰 我不能 妳被媚妮冒了 對啊 我還知道 我可以侮辱她 是不是 你羞辱她 是她恐啊 她恐啊 我跟她講說三次女巫 我其實從妳跟妍真裡面抓女巫 想要恐女巫 因為妳們是上反票 妳們是站對邊的 我怕妳們有真女巫 會毒掉我對妳的人 她比較像啊 結果我有恐錯 對 起身寶八 但我覺得妳不要跳獵人 好錯 我跟你講喔 不管說我的操作 是好是壞 柔心一點 柔心一點 對 不管我操作 是好是壞 我想要先請大家想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是盲視角 我不知道艾麗兒還是語婷 誰是百分之一百 是真語言價的情況下 我敢跳出來說 我是獵人 大家請站回語婷邊 妳敢 那要幹嘛 我就這樣出來 不是 沒有 假設 沒有 我就是舉例嘛 今天有很多種方法叫大家回頭 好 那大家可能不喜歡我的方法 沒有關係 好不好 但是我最少站對邊 很棒 對 我是第四隻 而且我站對邊 我是希望 我跳這身分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大票型是 對 它只要一個強繩 讓大家覺得 我是沒有人知道 然後再加上 大家很多人會覺得 我可能 因為平常玩 因為品萱平常比較少一起玩 這我沒有get到 我道歉 對 然後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自己的私人想要這樣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我讓獵人對我產生敵意 他本來就站錯邊的人 什麼什麼的 那這個我覺得 因為你們想嘛 這個 我對狼人殺 我只能想我自己在想什麼東西 對 我怎麼會有辦法想他在想什麼東西 對 那我還要玩狼人殺嗎 誰再去講我媽媽試試看 沒有 真的不想這樣 老朋友真的不要人生攻擊好不好 這只是遊戲而已 因為我們就鼓勵很多不同的玩法 讓上台會精彩啊 對 這太精彩了 好 雨婷罵完了嗎 我吃了很氣 你為什麼講不聽啊 可是你剛剛講的邏輯是對的 你比講那個詞號的邏輯 我剛剛被鬼遮了 我已經用沒有走心的方式說 雨婷表水非常好 你回頭 我今天表水超好耶 我拜託你們好人回頭 我告訴你他的肥點在哪裡 所以我票都沒有舉到你 你是連聽都不聽 你已經封面你的耳朵了 我大腦的時候 什麼辦法輸艾莉啊 我太棒了 我只是聊著 我不是很棒 我真的對不及 而且我還有一個參考詞是頂璇 我幫你 我覺得他好好喔 頂璇很棒 頂璇幫我們審破所有的東西 一枕內人 頂璇我們互相審破 我不是頂璇 我是第四隻狼 隱選的時候沒有一定覺得 對 因為怎麼會是出贏 一定是出三 對啊 所以全部的投火 我想說完了一定是三 沒有 我剛剛想說 你應該直接出1 因為1會把我帶走 以狼的視角 他龜山會比較漂亮 龜山會比較漂亮 對啦 對啦 那不是我太想說 你們晚上推8推8 我想說都可以 好啊 我們是說先到8再到6 先到8 你是說先到9再推8 其實我剛剛射他 也不一定要刀他對不對 因為我只是想封住那個 繩子的技能 可是我們可以往明去刀 其實我們是這三個人 在選拼名是誰 所以我們有可能會選錯 所以你孔他 刀他比較方便 好 瞭解 瞭解 那他有可能是平 OK 比較方便 OK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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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開了嗎